Nike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营收跟获利都是优于市场预期 显示鞋子的报复性消费潮已经来临了 而国内的制鞋三雄 包括宝城 丰泰还有预期 第四季接单是明显升温 而法人给预期在新冠疫苗开始施打之后 疫情很快就会获得控制 再加上如果东京奥运可以如期举行 市场的消费新兴就会回升 明年制鞋业的营运渴望足迹回闻 今年非常辛苦的一年 我想这个过完年后就有这个疫情 对我们集团的影响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 还记得今年六月执行长蔡佩君连色凝重 出面证实访无薪假 是公司成立51年以来熟度让产线停工 市值蒸发超过千亿 但现在终于迎来曙光 我们集团本来在五月的时候 是人预计到六月开始 六月起开始实施到十二月底的无薪假 那在十一月下旬的时候 公司决定云一季十二月份要实施的无薪假 取下不实施 保陈表示随着全球零售复苏 经济活动在第四季进一步回稳 加上费用尊结效益显现下 致血本业有望在本季转亏为盈 集团九月的业绩是比八月份成长 那另外十月份的业绩也是比九月份成长 所以当时是连续有两个月成的现象 所以显示营运有逐渐回稳的迹象 生产线盲生产 十二月进入明年春夏季写款拉货潮 加上下游大客户Nike发布财报 营收获利均优于市场预期 显现鞋子报复性消费潮来临 摊开台湾智鞋三雄十一月营收 保陈合并营收2264.48亿元 连续三个月呈现月增走势 智鞋大厂丰泰合并收56.56亿元 户外功能鞋制造大厂预期合并收8.93亿元 月增45%为历史单月同期次高 分析师表示智鞋三雄从11月中股价回升 逐渐甩开疫情 疫苗出来了嘛 那可能很有可能明年在疫情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在夏天 应该就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消失 所以说这里可能搭上这个奥运题材 特别像以这个风态来讲的话 就是智鞋业是Nike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工厂商 那保存也是一个有比较大的一个利息 所以这个一个股价高啦 200多块一个股价大概30 40块左右 所以应该有机会在目前的一个位置 慢慢去走出一个整理完成再往上的一个走势 后疫情时代全球消费逐渐回温 随着各地厂区复工 制造效率改善 延迟出货情况也减少了 也让市场对于接下来的接单状况持正面态度 记者许志涵连世修台北采访报道